我的朋友 最後一首歌曲 有一個冥村的媽媽帶著兩個小孩 到城市裡去尋找他們的爸爸 約定好了 讓鄉上人一起出去玩 當媽媽來到宿舍的時候 同事告訴他 您不是和您的先生說我去玩嗎 這時候媽媽知道 一切的謠言都是真的 爸爸放棄了媽媽及孩子 媽媽那個孩子走到了橋上 看著橋下面 輕輕地跟媽媽說 如果媽媽跳了下去 您能去選擇她好嗎 沒想到孩子緊緊地抱住媽媽 跟媽媽說不行 如果媽媽跳下去 那我們要跟著跳 媽媽捨不得了 也是媽媽帶著孩子 繼續走著 走著 現在是平安的 大家為大家帶來這首 《流浪記》 祝福大家幸福 媽媽 我做的名顏 我做這樣的 在這首 guiding 山下的天 在這首歌 我算是不願保持有他的眼淚 有些來 我以为我拥护着 我会害怕 我就这样直接照顾自己长大 我梦想以为前世把头抵下 我以为我拥护着 能说话 我以为我拥护世间 这样才能够看穿眼距离的黄黄 别让我的真心伸到深山 如果有一天我变得更复杀 还能不能找出的神 那天也能浮光 我就这样道别山下的家 我是在永远请你让眼泪流下 我以为我拥护着 我会害怕 我就这样自己照顾自己长大 我以为我拥护着 我以为我拥护着 这样才能够看穿连距离的广化 别让我的真心散发相伤 如果有一天我变得更复杂 还能够能长出个小雨滴 如果有一天我变得更复杂 想要才能够看穿连距离的广化 别让我的真心散发相伤 如果有一天我变得更复杂 还能够能长出个小雨滴 那次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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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我们的第一组百合花月团 带来那么精彩的表演 那我们从刚刚这么温柔的歌声 其实主持人也非常的激动 因为就在昨天晚上 大家也知道在新闻一直在重复的播放 希望我们高雄有发生了这么严重的事故 希望大家呢 能够在这个同个时间呢 我们一起将我们的心 将我们的心给沉浸下来 对我们远方的高雄的朋友们 给他们一个祝福 也在这